明天主委 我们李总盖世 我们戴天宫许多的工作伙伴 还有我们基隆社大的主任 老师 还有我们的志工 还有我们今天戴天宫的很多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 晚安 今天呢 很抱歉 因为我们基隆社区大学的廖校长 刚好有事出国 所以他今天不能来 但是呢虽然在国外他还是很关心这个活动 那我个人呢 代表基金会出席我们 庙堂讲学的最后一站 戴天宫站 那么在 为什么我们选择戴天宫呢 作为106年部 庙堂讲学的 压轴的站呢 就是因为 戴天宫跟社区大学有许许多多雷同之处 我们呢 两个单位都非常努力 非常用心的结合社会人士热心的志工 一起来推动学习型社会 8年前 应该是98年 应该是9年前 认识我们戴天宫的林主委啊 就非常感动他推动社教的用心 9年以来我们看到 戴天宫的社教业务发展的蓬勃茁壮 刚刚我在旁边看到有很多班 很多班正在进行中 收费非常的低廉 可以当做说 可以说是老师呢 用义务志工的精神来推展社教业务 而且 有很多老师跟我们社大有很大的渊源 例如萨克斯工的林洪志老师 也是我们社大的社团老师 好 好 例如国务的 呃陈万诚老师是我们社大的前小长 所以我们认识 还有高齐老师在这边 他也是我们社大的社长老师 那也这么高峰 我们社大雷冬之处 所以我想 论是我们的老师 丰富伴 想着职丰来到 戴天工作非常的高兴 欢喜 那今天在这边呢 我们非常幸运 刚刚总监师呢 告诉你 今天在这里 我们很疼 很幸运 没有福报的 可以看到葫兰 那事实上呢 对于葫兰 我也是只是听说 没有看过 那今天我们又可以学习到 宗教里面的重要事 另外我也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年度的第一站 是在庆安宫 最后一站是在盖天宫 这两个宫廟呢 都跟我们基隆的地方 非常让大家尊敬的士生 徐梓桑先生有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的巧合 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今天的学习活动 顺利圆满 也谢谢主委 谢谢总監事 谢谢带兵工给我们的习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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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